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国家某个秘密组织在身上安装了电子芯片 这种电子芯片能够阻取人的四雷活动 知道人当时的内心真实想法 并且还可以给人灌输四雷和部分操控人 我在网上查阅了大连资料后得知 我正教授的是电子脑控迫害 全国过程是都有像我这样的受害者 下面我给大家讲述我的受害经历 2009年11月 我在广州一个工厂离职以后 有一天我走在大街上 就被人无端的骂骂攻击 从他们对我的攻击的话中 好像是说我害死了一个女孩子 害得跳楼自杀了 在后来几天里我接见了发现 在我住宿的地方 似乎好像以前都知道 女孩子的自杀事件与我有关 但是莫名其妙的是 之前我并没有谈过恋爱 也没有接触过女孩子 怎么可能会害人自杀呢 大家对我的攻击 使我经常上感到很大的压力 自杀事件好像影响很广 好像我到几十公里外来 广州城也会被人攻击 所以我是害死的人 我讲如果不是故意的设计陷害 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猜可能是脑控集团 通过移化题目的手段来嫁祸于我 他的目的就是利用自杀事件 如果我因为被脑控而做出 报复社会的行为 他们就可以达到摇乱视听 掩盖真相的目的 是他们的目的就是说 我因为女孩子间受精神打击 而变得精神失常 而做出对社会不利的行为 2010年4月份的一天 我刚睡醒 大脑里面圈出了一个声音 我可以跟他对话的声音 他们就对我说 他们是国安局的 怀疑我是国外派过来的 受过特殊训练的间谍 说我跟那个女的自杀有关 还说现在要利用高科技手段 来对我进行审讯 当时我就被吓得全身发抖 进城崩溃后就大哭起来 我求他们放过我 当时我说我不是间谍 我只是一个平民反省 当时他们还是不肯放过我 后来的几天 我脑袋里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他们给我灌输很多 淫秽的思想 而讲很多下流的话 还不断地对我进行恐吓 还威胁把我关起来 后来又叫我打电话 给我合作的朋友 说今天我可能会被国安局带走 审认 但是后来却没有把我带走 还说要是我告诉 亲眼朋友这件事 我被控制的是 否则就可能把我杀死 就可能要杀我 虽然我给我朋友打电话这件事 我朋友就以为我得了精神病 以后就给我家里打电话 说我精神不正常了 这可以造成了一种 我是精神病的事实 他们还挑拨 他们还挑拨我跟朋友的关系 说我朋友 也给我朋友安装了一个 说我朋友 还知道我朋友的内心的想法 说我朋友杀死我 由于当时我被吓到四个魂 行为确实有点异常 我爸妈就以为我得了精神病 就把我送到医院 这样就好让我父母以为我真的得了精神病 以后我再怎么跟我父母说出真相 我父母也不会相信我 我现在被脑控破坏 已经差不多十个月了 这段时间我从他们的话语中 我今天发现原来 他们是军方电子脑控部队的 他们的目的是拿平民测试脑控武器 由于他们是秘密存在的 加上普通人对建筑脑控技术 根本就不知道不相信 基本上是一无所知 还有大家对受害者没有感同身受 认为世界上没有这种技术 认为只有刻画电影才有 往往受害者切发真相 切发真相就会被认为是精神不正常 或者是认为是幻听或者幻觉 目前国内出现的 很多这种脑控受害者 各种事都有 都是被秘密当作了 技能控制武器的测试对象 由于这种测试 是被人的伤害是史无前例的 甚至会导致测试对象自杀 或者包括社会的严重后果 并且脑控武器对平民的测试 是严重违背大德伦理和法律的 被国际人权组织称为电子黑欲 和沉默的屠杀 所以汉原集团要秘密进行 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掩盖真相 他们可以控制各种社会资源 具有强大的后援力量支持 和掌握一顿导向的能力 也让受害者揭发真相 就会被打为精神病 我希望大家能够关注电子脑控 破坏平民事件 因为这种测试根本就是反人类的 今天受害的是我 明天受害的就不知道是谁 反正都是无辜平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